好了 下一套了 即是還有一套了 那講一套就真是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 算了 我應該不會看下去的 KILL ME BABY Baby please kill me 那一套一看就知道有一套四格漫畫 即是又是 一看就知道 不過我感覺到的 一感覺到 而且還是科文寫的 其實已經是十字八九 虎之欲出的了 其實很像日常的 那些人呢 又是 Aqsa Hilu 即是這樣的 很明顯是早上 下午 還是Aluhi 很明顯是沒有經費 這些是錯了 好像小學生一樣 你看看他的畫 沒有像是Fresh動畫 忍者倒吊的時候 忍者Fresh的原組化 那講了這套 這套本身就是 一個殺手的日常 中學殺手 沒有看過他在執行人動 有的 也有的 他說他是殺手 那我們就只能夠相信 你不可以質疑這件事 不要或者要相信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很平常的 平常的 日常的同學 接部Yasuna 對 那個殺手就是Sonia 然後 然後 你說 我感覺的 整體上 四格漫畫 他那幾邊的方式 都很正常 大概每兩至三分鐘 為一個小段落 就是大家把上一季的 沒有口的真田同學 做某一頭 差不多 不過我要先說一下 其實他的擺位 其實是很混亂的 因為現在漫畫出了三期 其實他裡面是打散了出來 就是擺在裡面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是順序 其實沒有的 這套 四格漫畫沒有所謂的順序 你竟然只有幾套 我一個最大的問題 講一講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這套 有很多角色 其實來來去 只有三加一 即是不算貓狗 如果大家不要說 其他會爆多四五六個角色 真是不要想 你看看他 最後結尾的CV表 挺少 而且你看到那些作畫 露人 露人是白色的 除了一隻狗 很明顯 因為你本身看到的 無論是聲優 作畫 甚至是故事的整個脈絡 其實都已經可以說 這套 基本上我覺得 可能是 那一年裡面 剩下多少錢 突然剩下一套出來的 所以才不是這麼窮的 這套本身是故事的 第一集 他玩很多所謂的 殺手梗 一些專業殺手 一些職業的毛病 拿出來 很明顯是 只是頭五六分鐘 用到 之後 就變成很日常向的 很胡鬧向的劇情 一些 你當是電波怪人 做什麼邪算 我覺得是 但我覺得是好笑的 第一集 但是這樣說 如果阿桑尼亞 是一個殺手 他應該死了很久 什麼都害怕的 蟲又害怕 狗又害怕 不是啊 殺手就是殺人 不需要殺老鼠 不需要殺蟑螂 很合理啊 他玩字 即是說殺手 是對人用的 他所說的 他自己的東西 都不是叫做格鬥術 是殺人術 是殺人 即是他玩得很盡 殺人才有用 殺熊都不行 其實是 因為他起初有說過 他是一個組織 就是一個組織 大家都知道 第三個女主角 那個吳織阿徹 都是同一個組織 都是同一個組織 但是吳織阿徹 其實感覺是 都不像一個 一個組織裡面的殺手 就是這個星星 他看不像殺手 才會殺你 真是 你會覺得是珠寶 但你說呢 兩集 兩集裡面 其實呢 他出現了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我第二集裡面 他第二集的頭 三分鐘 他用回第一集同樣的 不是吧 不是 他不只同一個橋段 是同一個段落 只是一模一樣 沒有變化 我沒有認真看過 究竟是否COP出來的 就是說的 不是很差很遠 九成 中間裡面 好像說 開始叫他教格鬥術 第二集 就叫他教殺人術 智慧術 其實是很有問題 你去到第二集 你的吳織已經是用到 你是要重複第一集的吳織 而且是不好笑的 第一集都已經看得不好笑 第一集都很好笑 如果你這樣說 第二集未必好笑 最多的問題 剛才我們說CV這麼少 四個 他要到十二集 應該挺有難度的 而且你看到 第二集開始 有點想捱的情況 即是已經開始 他的梗 是做一下做一下 因為沒有什麼人的變化 或者橋段都很少 你頂上 他已經是開始 不停出動物 頂上出個小妹 玩捉迷藏 這些我又覺得不像一個高中生 不是 是好生活 其實你離開了主題 我剛才說 一個殺手的 殺手的日常生活 OK 沒問題 但我看到的 只不過是一個女子高中生的日常生活 並不是一個殺手的日常生活 即是你說 你可以做對比 就是用安耐去做一個對比 OK 沒問題 但做不到 只不過是變相 一插進去之後 兩個女子高中生的日常生活 不是 是三個行為比較特殊的高中生 即是高中生 都不特殊 其實安耐都不是一個很特殊 即是一個白癡 哈哈 我早說過他們說自己高中生 但我真的不認識他們高中生 不像 他們像小學和中學 應該是論到 好像學美向前衝那種二頭身 對嗎 你更加不要說 就是阿阿阿阿阿阿阿 就是那個忍者 那個位 那個忍者是 暫時說出生場裡面 他出局的第二集 全部都打給你們一次 你不要說嚇我 我怎麼看第二集 他其實都是在推銷動作 把忍者的忍術 都用來推銷 不要 陳阿法推銷 那些不是忍術的騙術 是騙恩 好明顯 越來越嚴重 我不介意 這套東西 可能性格你未出到 但是你作為一套四格漫畫 四格漫畫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些梗而已 那些梗你都可以在兩集裡面 還要是頭兩集裡面 你已經重複給我看的話 我真的對你這套東西是沒有信心的 還有講一講 還有一件事最嚴重的就是什麼呢? 它的武器是沒有什麼變過的 Sonia其實主力都是用一些飛刀 就是用一些格鬥術 主力來說都是這樣的而已 其實不要預期及後有什麼再大變化 我想是不差很遠 頂多我都是一些客氣的劇情 讓你客氣到尾 所以這十幾集我都很擔心 所以你說變相本身看到的 它的成本已經一定是不高的了 就是說成本不高的花也不要緊 其實老實講很多次漫畫改編的動畫 成本本身都是不高的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靠劇本那個 這個當然都會看原作的功能 但是你相比出來 再加上聖優去表現那個角色 有多麼傻氣 或者落差有多大 但是這套東西裏面 全部都做得不好 可以這麼說 拿捏得不平均 如果大家想看Sonia 可能主角落入Sonia 你可能會失望 因為其實看上去 又是沒什麼特定變化 一個人的殺手出來 其實已經感覺不到一種殺手霸氣 你看不到 而且最壞就是越來越做到 越來越白癡 有時候有時候會黏得折捕太久 你覺得那兩個人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落差很高 就像我覺得一個殺手的形象 和變成一個白癡 兩個白癡在公寓裡玩 無無聊聊 所以說是一個設定殺手 其實是行為一些奇怪的 高中生就是這樣 本身你說是做不到的主題 但是他玩裡面 我覺得做不到主題也不要緊 你的角色不像殺手 但是麻煩你裡面的癢 或者故事 去進入一些 好像說暗殺啊 諸如此類 你可能說 其實他兩集裡面 只有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做得成功 就是當個棒球飛過來 那一下 他用飛刀去擋 誰知道是擋不到 那一下 我覺得是唯獨 那一小段故事 而是叫做做到 我真的覺得 他反應真的很厲害 但是他的反應就是 有東西飛過來的時候 就要先擋住他 在那個位置 才讓他看到 他真的像一個小小殺手的感覺 之後就沒有了 我最不滿意的 就是那一幕 他在公園買可麗餅那一幕 如果以一個殺手來講 遇著一隻這麼大的 在動物園走掉的熊 沒理由要用餐缸跳 跳上去燈柱裡避爛 如果你是一個殺手的時候 你不會手針沒有什麼 沒有武器沒有成 而格鬥技都打不過你 如果你是一個職業殺手 如果你是一個殺手 昨天有同學的飲品 不知道他會入讀的 對 你說起殺手這件事 還有就是開汽水用手刀 用得太多次了 不要緊 他在後載有玩的 你放心 他會繼續玩的 所以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我看了兩週裡面 我可以很肯定 就是我不會繼續看下去 他已經給不到信心 其實都不僅 如果大家計算星優那邊配音 雖然說三個都略身一點 但其實都有一兩位是做過一些主角的 但是你說配上去 你又感覺不到那些什麼 特別Sony那把聲音是過沉 摺步把聲音太差 不積掛聲音不知做什麼 尖到吐 那我就不覺得那三個都做到一些 做活了一個主角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不敢說是星優的問題 有些事情 因為本身的劇本已經是不好 做得 很多事情是 是劇本要你的角色這樣演的 他只能夠這樣演 本身我覺得這次是劇本的問題 星優來講的話 可能都不是說表現好出 但是我覺得未至於說 可能是他們差 我覺得首先 如果說他們差之前 一定是說劇本差 一定是 因為如果你看到 整套東西 最後的流向會是怎樣 就是每次接報做一些很白癡的 笨蛋 或者是整股Sony Sony就躁 Sony就躁完之後 然後就反擊 然後不知就會突然 突然在旁邊走出來 其實都是個網 大概ABC都是差不多 所以就 我真的這套 我是不推介的 我還有一件事想評擊 就是OP OP 那個簡直不是歌 OP的首歌 不是歌 只是電波 剛才說 電波 我已經不代他過了 算了 他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 本身整套東西 現在總管然 毫無兩點 知尼破碎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看第一集 我真的聽第一集就好 坦白說 我覺得很有趣 第一集你會覺得很新鮮 第一集你會覺得 我都會給你一個機會 看第二集你究竟玩 還會玩什麼 但是你第二集是重複第一集的 那我就I'm sorry 因為其實分別真的不大 沒錯 不覺得有什麼推進 還有如果你還有想有什麼期待 其實我叫大家 真的不要這麼高期待 就是不推薦 今天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繼續說 其他新版 好 下集再見 拜拜